來, 陳老闆 我們接倆地產業務方面很有經驗 你跟我合作一定有好成績 你讓我看那份計劃書 我非常不滿意 對了, 可否告訴我哪位是做的? 他是我大兒子龍力士 是我們接倆的CEO 你這位公子, 他一定是青出於藍 可否介紹給我認識呢? 我今天也有叫他來跟陳老闆見面 可能是在塞車, 應該就在這裡 好啊 來, 喝茶喝酒 好…我喝茶喝茶喝茶 我已經叫你辦忘時間 就不要走紅水, 現在遲到了 但也不是辦忘時間 最壞的是, 今天我司機請假 否則也不用你來駕駛 對不起, 蔡鴻山, 我下次不會了 不好意思, 兩位 外面門口因為傷亡線 所以不能停車 你怎麼駕駛的呢? 好, 拆走他吧 我打算趕時間就隨便排在門口 你不需要我陪你上去嗎? 不用了, 合約在這裡吧? 去吧 知道 慢著, 兩部電梯 動不動, 壞了嗎? 是呀, 剛剛壞了, 現在搶修了 那兩部電梯壞了 你就把牌放在這裡 別浪費我的時間 如果你趕時間的話 不如考慮你試試走樓梯 我的客人在十樓怎麼走? 那或許你再等一會 不過我們也不知道要等多久 真是不好意思 是呀 到哪兒, 出來 十樓而已, 我應付到的 去吧 丁, 丁不住了 正一山仔牆 下幾層樓底都丁不住了 我不會靠你了, 我要靠這次 你殺不殺? 怎麼了? 怎麼你拍完? 比我還快? 丁姐的牆在旁邊而已 但為何你整頭大案又喘氣了? 我走完十層樓梯上來 怎麼?我又走樓梯, 你又走樓梯 你什麼事都沒有, 還這麼是正 我拍完車就沒有走樓梯 因為陪升降機剩下好 所以我就坐升降機了 總之不聽我實在說 真的走樓梯, 走一會兒進去吧 等一下, 你要不要去廁所 梳洗一下休息一下 不用了, 爸爸催, 走吧 好, 叫… 來, 他們來了, 我們來和你介紹 好… 我大兒子龍力士, 你可以叫他Max Max, 沒想到我今天真的可以見到你 你好… 陳老闆, 其實… 你不用說, 我知道了 你看看你, 兼微聲木, 器語軒鵝 一看就知道你是大龍生的兒子 我告訴你, 你做的那份計劃書 我非常滿意 我打算和你們接龍合作的 陳老闆, 是… 其實我就是… 你就是Max的秘書 老實跟你說一句 以後你做人夏崇哥 你注重一下儀表 不要把你老闆罵了, 知道嗎? Max Max, 陳老闆這麼看得起你 那整個業務就交給你全權負責 是呀, 爸爸, 我會努力的 誰… 還不快幫Max拿一份俠藥出來 知道, 太龍生 想不到今天生意這麼容易就談得成 雷工還想跟我爭 威哥, 你真聰明 這麼快就說服了陳老闆 不過那份計劃 Max也功不可沒 剛才偽亂葬也叫做幫得下手 歷史, 記得給他一點獎勵 知道了 做什麼? 我想不明白為何陳老闆會認錯人 人家從外國回來 又沒跟他們見過面 認錯人有多閒事 出來做生意最重要是能屈能身 Max做了這麼多年事 他知道怎麼做了 最重要是爸爸你賺到錢 今天這麼開心 我想我們今晚一家人出來吃生飯慶祝 你幫我叫記者來應賞 我想, 我要雷工明天早上看到報紙 看見我贏家的樣子 那我現在馬上去訂餐廳 和找一群記者吧 歷史, 等等 你今晚濕聰明一點 你就是因為不夠CEO風範 才被人認錯 知道了, 爸爸 大龍先生為錢不認仔? 事情這麼快揚揚出去 細龍先生不會以為是我包的 賴盾莊 細龍先生 我剛剛看到秘密網 不關我事的, 不是我說出來的 我也沒有說是你說的 看你也不肯爆料的, 坐 細龍先生, 你真是鳥事如神 不是我說, 不是你說 難道是陳老闆說? 是龍力蓮 他一直有收買名人飯堂的事應 一定是他們爆料給他知道 細龍先生, 你真厲害 簡直像X光機一樣 甚麼陰謀都被你照光了 夠了, 柴仔 坦白說, 是那個陳老闆 他年紀大老眼婚化才看不出來 細龍先生, 你這股貴氣 一看就看得出你是 大公司的人高…高層 不就是我這麼說 全公司所有人都是這樣認為的 阿壯這次真是得罪老闆了 誰叫他真是像太子都過細龍先生 細龍先生這陣子真是太貴氣了 阿壯英俊和貴氣得多 難怪愛人會不會的 對 米通水讓他們知道, 我要繼續聽 其實細龍先生早幾年收拾得很棒 每天都能把頭髮齊齊整整才上班 但不知道為何這幾年都很客氣 完全沒有成功人士的感覺 可能他明草有著, 然後就放客氣了 有人在秘密網開了個投票 問接龍高層誰最起龍袍 最不像太子, 細龍先生 投吧… 投什麼? 細龍先生 細龍先生 不…我們說我有溝通而已 要做事… 洗臉了, 是這樣 是呀, 我們三個經常亂說話 幸好在上午餐大人有大論 就一定不會記這些東西, 是嗎 麥先生, 我煲湯給你喝嗎 今天這麼多工作嗎 這堆東西我是留給阿壯做的 我要每晚都要做午餐, 沒夠好睡 衣服這麼糟糕 不如我幫你找人烫掉它吧 不用了, 這堆衣服我也是被阿壯穿的 我要撕掉它不貴氣 讓它徹底底變成一個筋班 你這樣耍它 是不是還生你爸爸的氣, 認他做兒子 他還沒來之前, 沒人說過我醜樣子 現在有對比就有傷害 我要摧毀它 先喝口湯順一調氣 麻煩你, 媽媽 對了, 喝了什麼湯水呢 被人喝了之後, 會把瘡都爆出來 你想讓阿壯喝呢? 明天我就不會回來了 謝謝 進來 我怎麼做成這樣上班 我還沒出手 我最近胃痛, 所以就沒用心打扮 你知道胃痛這件事, 手尾很長 起碼痛幾個月 細龍先生, 你介意我這樣上班嗎? 不介意, 就這樣上班了 而且你累了, 別浪費時間打扮 是不是有東西給我? 是, 謝謝細龍先生 那我出去做事了 當然了 你從本放他走, 那些東西怎麼辦? 他都殘成這樣了, 不用我再出手了 幸好小龍先生, 你大人有大量 就應該不會記這些小事 這個眼神, 他一定是妒忌我太英俊了 他這麼小器, 一定會弄鬼我 要想辦法自補才行 我弄得自己這麼笨蛋, 應該沒事吧? 我今天這麼嘗試, 連頭也特別穿得有型 應該不會有人認錯吧? 莊, 李老闆是有名毒蝕的 待會兒如果他說你是醜樣子 你千萬不要拼嘴 知道 大家好… 還是不要打招呼 等李老闆叫我 我就可以在阿藏面前拿回彩 細龍先生, 後會… 李老闆, 我才是龍力士 我是他秘書艾頓藏, 你好 是嗎? 不像 請問什麼不像呢? 現在做老闆, 怎麼會還穿西裝打胎 你看我這一身Smart Castle的打扮 你就知道了 這些是個人喜好 有很多人都喜歡穿西裝 做小的才穿西裝 你看我司機穿西裝 還替你遇上衣服 所以我才認錯人 細龍先生, 不如我和你進廁所換衣服 你閉嘴 知道了 不好意思, 我在樓下停車場爆水渠 可能麻煩你先開一輛車 你看著我幹什麼? 你覺得我是司機嗎? 不是嗎? 現在老闆都不喜歡穿西裝 你第一天上班, 這個是細龍先生 對不起, 細龍先生 我真的第一天上班, 對不起 阿世人, 看來你真的要整理一下 否則, 你的秘書也像司司長過你 又糟了 還有英國的觀眾朋友 我是吳子麥 我是張景淳 立即Subscribe 歡樂APM YouTube Channel 收看TVB精選劇集精華 還有英國的觀眾朋友 我們最新伸出了一條 專門為底地設的YouTube Channel TVB Jade UK 將今年最精彩的劇集 帶給你們 記得Subscribe 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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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